好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又要迎接星期一上班日了 那麼今天天氣怎麼樣呢 受到東北季風稍微減弱的影響 今天呢 對比週末來說 北部東部還是有稍微直步的短暫雨 但是降雨是相對了少了一些 那麼從這個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台灣上空的各地的雲量 其實是稍微偏少的 尤其在中南部的天氣 算是還蠻穩定的 大多都是多雲稻晴 各地白天的最高溫落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 那麼低溫則在二十三 二十四度左右 整體來說呢 還算是一個比較舒適 溫暖的天氣狀況 但現在時間入秋了 時間來到十月的中下旬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天氣慢慢轉涼 那麼今天的今年的颱風 應該到此為止了吧 但是現在在菲律賓東方外海 目前在俄蘭比的這個東南東方 大約一千六百八十公里的地方 又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TD二四 氣象褲舟預估了 最快可能在今天的下半天 就會生成為颱風 一旦生成就會是今年的 第二十號颱風 彈美颱風 對臺灣到底有沒有影響呢 就要看這個准颱風 到時候會不會北轉朝臺灣而來 那麼關鍵的時間 就落在周四 周五這兩天 但是目前各國預測的模式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分歧的 美國模式預估比較偏稀一點點 預估會一路往海南島的前進 那麼在歐洲模式相對就比較偏北一些些 預估會朝港澳方向來前進 那麼離臺灣又是更近了一點點 但是無論會不會朝臺灣直撲而來 這個準颱風的外圍環流在周五 也會對臺灣帶來比較明顯的水氣 那麼現在氣象專家就認為說 風雨最大的兩天就在周五周六這兩天 尤其這個颱風又是秋臺 所以同時有東北季風的狀況之下 一旦產生所謂的共犯效應 那麼就有可能為北部 還有東北部帶來比較大的制裁性雨勢 不過現在不確定性還很大 所以還要持續的來觀察下去 那麼接下來的這一週 各地的雨又會怎麼下呢 剛剛有提過 那在周一周二這兩天 東北季風減弱了 那可以看到我其實呢 整個西半部的天氣是相對穩定的 不過北部東部還是可以看到 有局部的雨勢 但到了周二晚間開始 東北季風增強了 那所以呢 北北基儀還有這個宜蘭的山區的地方呢 可能就要嚴防局部的好雨 那麼再講到了在周五之後 在這個東北季風持續的影響之下 再加上準颱美颱風的這個外圍環流 還有北部東部的雨勢呢 會顯著的增加 那包括了在這個宜蘭還有花蓮 其實都有降下好雨的趨勢 所以提醒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小心 特別留意了 至於呢 在溫度的部分 比較明顯的降溫時間 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落在周三這個地方 從這個一周溫度的趨勢曲線圖 就可以發現說 白色這一條呢 就是北部和宜蘭地區的溫度趨勢 那麼呢 在周三東北季風的增強影響之下呢 可能只剩下二十三 二十三度左右 那麼呢 再加上雨勢會感受到明顯的轉涼 所以呢 提醒觀眾朋友出門 務必多加件衣服 但是在花東還有中南部地區 相對來說 幾乎是比較沒有影響的 白天的高溫 還是落在大概二十九度上下 整體的感受上比較溫暖舒適 那麼最後的氣象小叮叮時間 今明兩天呢 陰封面的北部東部水氣都會增加 有降雨的機會 出門記得要攜帶雨具 那麼今天開始呢 包括了北海岸 還有東部的沿海 都要留意風浪 那在明天晚間 開始會迅速的增強 因此在海上作業或是活動 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在周五之後呢 東北季風 加上外圍環流 雨勢可能會明顯的增強 因此周末如果一二安排行程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